外界声援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行动不断 为了厘清外界的疑虑 法务部从8月24号开始在网站上架设专区 记录陈水扁在监狱中获得的医疗照护 以及生活环境照片 不过陈水扁认为侵犯隐私权 要求撤下专区 民进党立委今天上午更是直接杀到法务部 要求给个交代 桌上一叠叠厚重的联署书 发起团体宣称 声援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人数 已有10万人之多 为了厘清外界的疑虑 法务部从8月24号开始 在网站上架设陈水扁收容处医专区 中英文记载陈水扁在监狱 获得的医疗照顾情形 也公开陈水扁育中生活环境照片 专医中也设置脸书讨论区 回应外界的揣测和不实传闻 不过当事人陈水扁认为侵犯隐私权 要求撤下专区并未获得回应 民进党立委上午直接杀到法务部 要求给个交代 面对立委严厉刺责 法务部次长陈民党强调 外界对陈水扁育中生活的描述 有许多误解 设置专区就是回应各界关注 台北建议并没有对陈前总统 在建议受刑的做全面的露营 之前公布的那个报告里面 虽然有陈前总统的照片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拿掉 把这个专区关掉可以吗 现阶段因为我们矫正署 它需要说明的地方嘛 我们但尊重矫正署嘛 陈水扁健康情况究竟如何 和官方和民间声援团体各执一词 法务部设置专区 回应外界保外就医的诉求 引发侵犯隐私权的争议 有电TV方伯峰 李狂轩台北报道